而台东的环保局在加入兰休息区举办电动机车的宣导 透过活动向民众宣导补助的相关资讯 而对于民众表示换电站不足的问题也会进行来改善 也特别提醒想要骑电动机车到台东海线景点 像是三仙台游玩的民众 一定要记得在东河换电站来换电 台东环保局上周在加入兰举办电动机车宣导 透过活动向民众宣导补助相关资讯 并且提供各场牌展示示程 很久之前骑过最一般的那种 可是那个就比较轻啊 然后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但今天示程就觉得还蛮稳的 然后感觉还不错 然后也很顺 而另外也表示 会将民众提出的换电站不足等问题进行改善 像目前台东这边的话 在四区在三线在兰毁的部分 目前狗狗的车都可以在台东这边 已经可以做地摊旅游了 只是目前海线那边 只有在东河那边有建置两座 那都南那边目前还在规划中 那成功产兵的话可能要等到明年或后年 产商那边才会开始去规划设置 有些民众认为 目前台东这边海线的一个换电站 建置不足的地方 这个都是我们未来 后续会做一个 会做后续做改善的一个建设 因此特别提醒想骑电动机车到台东海线景点 像是三线台游玩的民众 一定要记得在东河换电站换电 否则骑到一半没有电可就麻烦了 记者全安如综合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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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